欢迎光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在岳队拼生华 今年可能只有几家机会有能回来故乡驾打 欢迎光文化处 特别邀请第一名岳区林隆璇和林廷汉拼儿子 以北岗定位主帝下出北岗小镇这条歌 希望延续三十七年前 罗大佑处昂的陆岗小镇 和这份故乡前被看见 现在北岗小镇这首歌 也制作MV公开补赏 等到中处这一家团营的气氛 欢迎入歌主帝的四乡心情 跟罗大佑所演唱的六甲小镇同样 都是由台方生活背景 为苏花点的歌曲北岗小镇 是由地名歌手林隆璇 和他的好色林廷汉連手下出来的歌 简单的歌手背后 亲戚老家大家印象中的北岗小镇 北岗是一个很多人有记忆有回忆 甚至是一个很有温度很有感觉 不管是一碗热热的汤 还是在妈祖的面前 这些画面 我觉得其实是不同世代人 对他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连结度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MV 然后歌词 我觉得就是说 希望可以去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就是在我们这个土地 这块土地里面 其实我们永远都可以在你 就是需要的时候回来看看它 继续歌 如果是特别以北岗庭的综合文化 和生活背景属下 竟是删除军念主帝对高雄的心来 云林是一个就是外移人口 外漂人口非常严重的一个县市 那当然我觉得全台湾的地方县市很多 像这样云林的县市 尤其是以农业以及产业为主的 很多人都是为了工作 只好在外面求生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说 这是同理心的这个部分 云林主帝大部分都是由计划改大 就开始到外地发展 有的人选择回家 不过有的人有缘在外地招生 等到中处在一个团圆的气氛 文化厨也有这首歌作压上记录 特别公开补赏 要趁云林乡亲回来也能收集朋友来驾打 老的然后旧的并不代表它就是过去的 它其实是有跟未来连接的方式 而且也是很时髦的 还有年轻的族群 他们也能够对于就是这样一首歌 可以很容易去catch到 在外地生活没法常常回来高雄 相信是没做云林人都没有心情 北港修订拿加签大家对高雄的思念 坚持希望每一位主帝要记得中处加一 北港回来团圆 记得台语从不斗